国际奥委会秋后算账,李约遭遇史上罪狠处罚,但仍欠中国一句道歉。 巴西里约奥运会过去已有两年,因涉嫌指使他人贿赂国际奥委会成员200万美元。 巴西奥委会主席,2016里约奥组委主席卡洛斯努兹曼被正式逮捕,同时国际奥委会决定暂停巴西奥委会的工作,并冻结对巴西奥委会的补贴,以及各支持款项的支付。 巴西奥委会成员的权利也将被取消,现在来看,李约奥运会草点满满,甚至被吐槽是最糟糕的奥运会,也是事处有因了。 不过就算休后算账,也不能抹平我对李约奥运会的憎恨,因为中国队遭遇了太多不公平待遇。 绿宾是国际全联推行国际拳王赛以来,第一个获得世界拳王的选手,也是第一个获得奥运资格的选手。 但在男子拳击46到49公斤级比赛中,绿宾全场明显占据上风,一度将对手打到独秒,结果却被裁判员判定赋于肯尼亚运动员彼得尔路易。 赛后,绿宾痛哭流涕,在女子个人高低杠比赛中,中国小将范逸林,完成了世界上最难的高低杠表演,而凭借这一难度动作进入决赛轻而易举。 但这次裁判又开始了表演,仅给出了15.266分,导致范逸林最终名列第九无人决赛。 女子举重53公斤即是中国选手,李亚军冲金的拿手好戏,她在第一次试举123公斤时表现轻松。 在看到显示屏显示200亿红后,李亚军才将张宁放下,随后,为了确保冠军,李亚军追加了重量到126公斤,无奈两次失败,就在中方教练组在后台庆祝夺夺冠时,裁判才将改判后的结果告诉给了中方,那一刻犹如晴天霹雳,而李亚军也因为三次试举失败,最终成绩为零告别了奥运灾场。 不仅有对运动员的不公判罚,李亚军会还有更令人发誓的,就是竟然提供错误版本的中国国旗,而且屡教不改,当然这些已是过去事,我们大人有大量可以不计较,但是,李亚军组委,你真的欠中国一个道歉。